我想謝謝賴署長 也謝謝副總經理 也謝謝施教授 我們本來是請到王總經理 他今天因為被調到立法院去答辯 剛剛賴署長在講 在生水 在講海水淡化 我的感受非常深 因為我2007年第一次去以色列訪問 一個完全沙漠化的國家 可以把海水淡化做到 讓所謂的捐踢灌溉的農業 送到台北的超市 所以以色列是一個逆境中求生存的架構 副總經理這邊 副總經理這邊提到了整個台電的韌性 跟最後施老師所提到的 所謂的脆弱性 所有的脆弱性對自然災害的脆弱性 其實是一種社會程序 社會過程 我在想說 事實上包括賴副署長跟檢副總經理 賴署長跟檢副總經理在提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台灣過去一直都在一個舊的想像 舊的一個架構裡面在那邊辯論 但是全世界其實是變化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們一直缺乏一個外申的壓力 讓台灣去轉變 那現在這個外申的壓力來了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 近營碳排 包括這個所謂的歐盟的碳關稅 包括這個碳盤查 包括現在所謂的今天早上 綠色金融 季後財務切入 這些外申的壓力讓台灣驅趕台灣要往前走 所以事實上如果我一直在想說 這些建設如果是15年前就開始啟動的話 台灣現在就不一樣的面貌 因為啟動的時候就會像石教授講的 一定會開始產生社會的抵抗或是必須要跟社會溝通 甚至在很多要更細緻的去做社會的遷移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現在正在台灣都在發生 跟全世界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能大家要再努力 因為我們過去辭職了 現在要加速 可是加速的過程裡面事實上還有很多工程 總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協調跟溝通 好 那我們大概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再開放問題 我們主辦單位是有準備一些問題 包括系統風險 包括大家關心的現在乾旱的問題 我想這個 所長剛剛也都有做了解釋 那是不是現場有哪一些同仁有什麼樣的提問 我們就開放 來 這邊 好 那蔡理事長 我是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 也是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的副理事長 那所以水電一起講 剛剛賴處長有提到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一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就比較貴 它可能比我們那個再生水 就是生活灰水處理的那個貴 那另外 剛剛你有提到說 那個用 就是說用那個風電太多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可能你沒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那個電動車 發展的速度是落後 落後全世界的先進國家 那所以未來的話 我們的電是不夠還是會不夠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認為那個 我們未來可能甚至冬天的晚上還是 那個用電還是會增加 因為大家晚上會充電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冬天因為它的空氣品質不好 所以我們會把那些火力電廠都停掉 所以為了檢控物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再生能源 所以不一定會有足夠的能源 或是剩餘的能源去做海水淡化 跟那個沙烏地阿拉伯它不一樣 它們那個能源很多嘛 有座太陽能也是可以有很多能源 所以這個要一起考慮 不能夠只看到一項 那另外我們的水庫 我們現在都注重水庫 但是事實上水庫只提供20%的水而已 我們的地下水提供33% 但是我們都是發在水庫 但是我們也沒有注重集水區 那所以我們現在發了治標的水 治標的 發了很多在那邊挖排沙 但是上游沒有治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治標 那地下水庫也沒有好好去管理 我講一個 我們現在就是每年 就是超抽地下水151噸 對不對 7.5個 那個斯門水庫的量 那北部的話已經是平衡 就是地下水平衡 但是我們南部全部都是超抽地下水 那我們只注重水庫 但是我們何時 這個地下水能夠達到平衡 就像台北一樣 不會自地層下限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台灣地層下限 我們是地殼上升 地層在下限 海水在上升 那會如何應付未來氣候變遷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發生在水庫 都沒有看到地下的水庫 所以我們應該把資源再看一下 我們希望我們水利庫能夠把未來 我們何時的流程能夠定出來 何時才能夠平衡 地下水平衡 我們要好好的去考慮 這才是永續的做法 好 謝謝 我們再收集一兩個問題 來 那個張老師 謝謝 我是中研院經濟所張靜珍 那我這邊想請教賴署長跟檢副總 因為剛好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把同時來看一下 這個有決策高層來看這個 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缺水 乾和缺水和缺電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選項 可以來更精進地來發展 我們的技術或者是我們的管理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 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所有的這些技術或者是管理的精進 都需要很合理的電費或水費 來支付的話 那要不然的話怎麼樣來反映這個成本 和我們投資進取的經費 那這個是用稅收人的錢呢 還是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水費 和電費的一個制度來幫忙促成 我們知道其他的廠制也提到 這個憂因的問題 所以要發展綠能 我們要能源轉型也非常需要 這樣大家才有動機去改 做生活的轉型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教兩位 是不是有什麼對這方面的看法 還有未來的規劃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收集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最後 這邊 哪邊有一個 這邊 來 謝謝 謝謝 剛剛石教授有講的那個所謂的 環境正義等跟社群相關的討論議題甚少 這件我最有感慨 因為我在某一個場合是上個兩個禮拜 各位知道我們2050禁令減排的路徑圖 是怎麼決定的嗎 是某一個院長 就是剛剛有條件的 某個院長跟總統報告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結果總統說 那你們三個人去討論 討論完之後 決定了 那這個裡面就包括國發費 中營醫院 以及公營醫院 這麼重要的問題到2050的問題 我們就這樣子做下來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 剛剛看到石教授的那個報告 我就覺得很感慨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請問一下台電的這個陳副總 就是說 剛剛你的簡報裡面 我看到一個那個生殖燃料 可是你可能並沒有談 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 你知道嗎 台灣有509萬噸的農業廢棄物 可能還不止 還有我們更多的廢棄物 這些廢棄物是我們在地的資源 那我這個談的問題 就跟你剛才講303有關係 如果說我們澎湖的電廠 跟基隆的協和電廠 能夠用生職能的話 可不可以成為我們的所謂的備員的 甚至直接的機載的電力 這個部分有沒有考慮 以上 謝謝 好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就要請講者來回應 好 那我們就先請賴署長 好 謝謝大家的指教 首先張老師所提到的 如何去創造一些誘因 來讓這個星系的部分 來可以達到說我們談到永續的狀況 那水它非常的重要 但是每個人每一天都要用水 對 那剛剛史老師的這個演講裡面 最後倒數第二章還是第幾章 大家談到剛剛講程序正義嘛 對不對 還有分布的正義 所以我們很擔心說 做完的說把整個誘因提高 那反而對於所謂的承受度比較低的人 它的影響性比較大 這是要避免 所以未來我們的這個做法 我們是漸進式的做法 我們先就大用水戶去科徵耗水費 那這個今年已經實施了 那這個大用水戶換句話說是 每月用水可能是九千度以上的 這個大用水戶 因為我們認為說它的負擔能力還是可以 那這個也可以去促進它 去投資所謂的水的回收再利用 那未來我們會做執行的這個狀況的 這個結果再去做 再去做檢討 那至於說蔡理事長所提到的這幾個事情 我覺得都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地下水的補充 今年在抗旱的過程之中 我們在南部地區高壁溪沿岸 找了很多的水警 那我剛剛一進入到這個會場 差不多三點半的時候 剛好我坐在檢護總旁邊 我就拿一個數據 他問我漢情如何 我就說 現在我現在監測到了地下水位 已經回升到當時年初 我們開始使用地下水的這個水位 當然那是一個local的現象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務實地去反省自己 我們過去使用地下水 我們過去使用地下水是只用不補 那我現在是要求說 要用要補 所以在今年我們就會針對於 濁水溪的沖激散 比如說是在這個石榴班溪 梅林溪這些地方 散頂的地方做地下水的補充 我們預估它大概一年 大概有3500萬噸的補充 然後另外在比較中間的地方 包括土庫園長這個地方 我們思考做一些沙樁的補助試驗 那至於今年使用比較多的 所謂的高屏溪沿岸 雖然說它地下水會回戶了 但是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地下水庫 所以我們期待說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 我們預估今年還會再補充 1000萬噸的這個水量進來 這個是第一個是地下水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從源頭 從水源頭到水龍頭 從水源頭的部分是水庫集水區的保育 那這個問題社會都很關注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處理幾個問題 所以說過去我們只劃定水庫的集水區 而在治理上面或是給當地的一些 比較弱勢的民眾 他的所謂的轉型的一個動機 或是一個可能性並不大 但是我們完全都是受限 我曾經看過在那個南化水庫集水區 那耕作的農夫他年紀很大 他就在大馬路之下 在我們一個抗爭的場面 他在那邊痛哭 他為什麼痛哭 因為他沒有生存 經濟沒有生存 那我們又說我們要保育 但是我試想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我在簡報的第三個大部分 我認為說所謂的社會對話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找一點時間 包括剛剛講的所謂的路徑 大家要怎麼去解釋 總是要找到一個方法 一個出路給他 那這個才有比較可能比較好 去往正面的去發展 那另外一部分你知道的是說 我們未來最電 特別是夏天或是冬天 即便冬天夜間的這個高峰 很感謝你這個意見 但是我還是在跟各位說明 我舉一個數據 今年為什麼說 我們在抗旱的時候 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過去北部啊 百分之17左右的這個村雨 看起來沒有 但是事實上我們離災害 它的距離可能是很短的 它的gap可能是一點點 可是那一點點不能補充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面臨到更大 更毀滅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當我們國家有能力的時候 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 那個以色列 那以色列我想 它也未來會面臨到 理事長與你所說的問題 但是我這邊要跟我自己講 跟大家分享的是 以色列在獨立建國之前 他們在受英國所監管的時候 他認為說在這個沙漠之地 他這麼多人要回到這個地方來生活 他一定有方法可以想出來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的再生水 甚至後來把這些的水量去做 所謂的海岸 避免言分沖洗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認為 現在我們的科技是 只要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 海水彈化廠的一個成本 是降低在一個美元以下 它的能源的回收 這個部分 感謝理事長的指導 我認為我們未來 必須要再加強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我首先做簡短的回應 好 謝謝 請問總兩分鐘 我想剛剛針對幾位先進問了幾個問題 我給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首先剛剛張教授有特別提到 就是有關於的確在靜靈碳排的路徑上面 的確會搭配很多的新的技術跟新的管理 那這些新的技術跟新的管理 都要投入成本 那一旦有投入成本的話 那一定會反映在電價上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說 因為現在台灣的電價機制 它的確是有一個叫做 經濟部下面有個叫做電價審議委員會 會就每一年的投下去的技術 造成成本的累增有多少去反映 當然後面會怎麼樣去反映 我不方便自作 但是畢竟有一個平台 它會去反映整個的一個技術跟管理上 所需要付出的 我想這個是已經既有的一個方式 那麼其次 剛剛有一位先進有特別提到 就是有關於2050的靜靈碳排 我要這樣子說 其實靜靈碳排 這一件事情 要去以現在人的眼光 你看現在才2023 2050 27年 27年在座很多錢 我不敢說 我可能就不在了 我可能就不在了 好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各位想想看 你要去predict未來的情境 在哪一種情境之下 你一定要去創造一個想一個road map出來 你只有那個road map 把它predict出來之後 可能第一個 在那種情境之下 要靜靈碳排 可能第一個 這個排放是源頭管理的 那電量的需求一定會很大 為什麼 很多石油當量已經轉換成電當量了 很多的使用的方式都已經改變 都在源頭改變了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當時在規劃的靜靈碳排 其實我們很多的端泥 包括我們台電是末端的 我們就要開始去做很多predict 所以其實他們所規劃這些 現在我們在做很多的修正 就慢慢把road map架構起來 是有在架構的 那麼在架構的當下 所以換句話說很多的情境 在國際上新的技術不斷在開發 就慢慢納進來了 所以我覺得它是要與時俱進去做調整修訂的 而不是那個是在空中樓閣 不是 的確是大家都在滾動 不斷在檢討 那麼再來就是有關 您又提到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蓄木月一年會產出了509萬噸的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在這些廢棄物來講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朝向朝氣發電 回收 甲碗這些再用途 但是我知道這件事好像是由農委會在督導 在辦理推動的 當然我也知道好像台唐 台唐已經有一個據點 在做這方面的一個就是所謂的靜靈排放 然後轉換成靜靈的電力的部分的一個實驗養豬場已經在做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甚至能在 那就台定公司現在來講 基本上來講大概都是主要 主要focus在哪裡 在很多的紅化爐 紅化爐效率能否高一點 紅化爐大概著重在這一塊 我簡單回應大概這樣說明 謝謝 好 石老師你能否再一兩分鐘 剛剛在做的問題其實比較不是問題 而是說提到人跟社會的議題比較少被提及 那我想這件事情應該是會慢慢地被調整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的政策其實比較是偏向於由上而下的 但是假設我們有這樣的共識說未來其實應該有更多的公司協力跟民眾參與 只要制度設置出來 然後大家同意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讓更多人跟社會的議題可以被聽到被帶進來 那另外就是想要呼應一下剛剛賴署長有提到說 所謂的就是有關於集水區保育 其實它難免就碰到私人財產的問題 然後還有生計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都跟土地使用有很大的關係 那要如何在保護私人的財產權而且不影響的生計底下 又可以讓這個自然環境提供公共財 其實就是很需要各界提出創新的政策 讓所謂的不管是負擔或利益都能夠共享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土地 土地如何去透過所謂的stewardship管理權 然後去做政策設計 讓他們不是只有犧牲 他的這種土地 集水區保育 犧牲他的生計 然後來讓下游地區的人有水來喝 我想目前其實有一些政策工具是可以用的 那在台灣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好 我想我們台灣是一個活躍的民主社會 就像國外常常台灣 is a vibrant democratic society of country 所以我們看到有這麼多清楚的路徑 跟這麼多工部門提出的發展方向 我還是講 台灣過去因為沒有外産壓力 所以我們要漲電價 漲水價都會遇到很多政治問題 現在外産壓力來了 包括現在自然災害的外産壓力 包括國外的這些淨零碳牌的壓力 所以也是我想今天論壇的一個目的 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請幾位講者 大家在這個一起來共同溝通 一起來跟社會 大家一起來對話 讓這樣的一個點半轉型 台灣正要面臨這樣一個點半轉型 大家再努力的一起往前走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的講者 非常精彩 也謝謝各位同仁參加到最後這一場 今天的大會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